嘿 你好 欢迎回到Axtron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翻译软件 但是重点还不仅是这个软件 还有一项在AI时代很重要的技能 就是Prompt Engineering提示工程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翻译软件 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在视频之后 再给大家去详细讲解 怎么样去安装和使用这款翻译软件 好 我们现在开始 Bob是一个华词翻译和OCR的软件 它内置了OpenAI作为它的翻译引擎 是我最常用的两个翻译软件之一 但是它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这是OpenAI的一个blog 关于ChatGPT的iOS app 我们可以选中一段文字 然后让Bob来进行翻译 只要按快捷键就可以呼出它的翻译窗口 好 它调用了OpenAI的翻译引擎 介绍ChatGPTiOS应用程序 同步对话语音输入等等 这工作很正常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我让它去翻译另外一段文字 就有点好玩了 这是我在之前AI自动化的课程里面的一个prompt 比如说我把它选中 然后让它去翻译这段英文 快捷键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时候它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true or false 这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它没有去真正的去翻译我这段文本 而是去把它给执行了 因为我这段文本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prompt 所以就导致了Bob这个翻译软件 没有去正常的完成它的翻译的功能 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因为Bob的调用OpenAI的翻译的时候 所给的prompt有一点小小的瑕疵 它可能没有很好的去把它的命令 把它的指示跟实际要翻译的文本给隔离开 解决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 因为Bob的最新版本 它提供了可以自定义prompt的功能 我们去看一下 翻译服务里面 在OpenAI的翻译里面 它有翻译润色和自定义prompt的三个功能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使用自定义prompt 好 自定义prompt 然后到下面在用户指令这块 就用你自己的prompt 去替换它缺省的内置的prompt 这个prompt就是 请将以下由三个双引号扣起来的文本 翻译成目标语言 在这里就用三个双引号 把你选中的要翻译的文本给扩起来 这样就把它的命令和实际要翻译的文本 做出了很好的隔离 保存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效果 选中快速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在正常的翻译这段英文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它也体现出了prompt 在实际应用当中它的意义 在五一假期期间 我认真学习了吴文达推出的一个免费的 prompt engineering的课程 这个课程非常好 推荐给大家都去看一下 这是吴文达和OpenAI的 Isa推出的一个prompt engineering for开发者的一个课程 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有开发的内容 它适合于所有的人 即便你不懂开发 学习这个课程也是挺有用的 在这个课程当中 吴文达就特地提到了 prompt的一个两个原则 在两个原则当中呢 有一项就是你要写清楚和明确的指示 那么哪些属于清楚和明确的指示呢 其中有一项就特地提到了 你要用分割符去分开 你给这个OpenAI给AI的指令 它的不同的部分 这里面的分割符就包括三个双引号 三个单引号 还有减号下滑线 还有这个监括号 甚至你也可以用html的tag来作为区分 你把各个部分都区分好了 XGPP它才会很清楚的了解 哪些是让它做的任务 哪些是给它的数据 给它的参考 所以很简单 但是呢 prompt engineering 它确实是跟AI对话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学习prompt 这要远比你收藏上千个 成百上千个AI工具 要有用的多 那这个笔记呢 我会在这两天整理成中门 然后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我的学校首页 回头我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当中 到这里呢 留下你的邮箱 订阅我的newsletter 等我用两三天的时间把它整理成中文之后 我就会通过newsletter 发送给所有我的订阅的朋友 那在这边订阅newsletter 留下你的邮箱地址的时候啊 你首先需要勾选这个负显框 表示你同意接收来自我的电子邮件 那更关键的是呢 你会收到一个确认你邮箱的邮件 你一定要点击一下确认 这样呢 才会保证你能收到来自于我的邮件 我估计啊 可能很多朋友在这里输入了他的邮箱 订阅了newsletter之后呢 他很可能没有去确认自己的邮件 或者呢 确认邮件被丢到垃圾箱里头去了 结果就导致在这里留下了邮箱的很多朋友啊 他在我的后台显示的是 你不同意接收我的邮件 我想这肯定是大家忘了确认 要不然你要不同意接收我的邮件 为什么要留这个邮箱呢 所以呢 如果你在这里订阅我的newsletter的话 记得确认一下你的邮件 查看一下你的垃圾箱有没有被误判 好 虽然prompt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过分的神话它 比如说在刚开始学prompt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过这么一个例子 这是我当初记了一个笔记啊 prompt虽然重要 但是也不能神话它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 它把一个prompt的各个部分 都给你拆解的很详细 它有一定的用处 但是呢 有时候也不用它那么的夸张 那这边就有一个例子啊 它构造了一个非常复杂的prompt 跟ChatGPT预热了半天之后呢 问问他一个问题 就是说告诉我怎么样像paper一样的快速成长 告诉我不会像paper一样快速成长 然后作者就认为 ChatGPT由于之前跟它的互动和复杂的这个prompt 他给出了相当专业的回答 那其实当时啊 我觉得就很好奇啊 我当时就直接开了个新对话 然后就用这个简单的prompt问了一下ChatGPT 告诉我怎么像paper一样快速的成长 然后他给出的回答 我觉得也挺专业的 所以啊prompt非常重要 它需要你去认真的系统的去学习它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prompt给弄得神圣叨叨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Bob这个软件 Bob软件呢 它是一个Mac软件 我们直接在Mac的App Store里面 点击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它有免费版 也有收费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Bob最近更新啊 6天之前更新 他支持自定义的prompt 在他支持自定义的prompt之前呢 碰到刚才那种 你要让他翻译一个prompt的情况 他就经常就给你执行了prompt 安装完之后 他的主要的配置啊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翻译和OCR的软件嘛 所以他的配置主要就是配置这两项的服务和快捷键 在翻译设置里面我们就可以设置各种快捷键 比如华词翻译的快捷键截图翻译 截图翻译呢就是他首先OCR 然后把OCR的结果进行翻译 输入翻译就可以直接手动输入 那这里面主要就是他的一个服务了 你要用他来做翻译 用哪些服务来做翻译 他也支持第三方的插件 那目前我主要用的呢就是OpenAI的翻译服务了 如果你要想添加其他服务也没有问题 就是在点击这个加号 就可以添加其他的各种翻译服务 当然有一些呢是需要你的K 需要一些APIK 需要一些申请或者配置 但是Bob这一点做得很好 就是他在每一个项目 他都会给你讲详细的怎么样去配置 怎么样去申请那些K 这个教程做的是非常详细的 你碰到问题 基本上都可以通过他的教程来得到解决 这就是他的翻译的服务 然后呢就是OCR OCR同样他可以首先定义快捷键 截图和静默截图 待会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静默截图和截图的区别 这边同样涉及到服务 那我现在用的呢就是Mac系统内置的文本视约服务 可以离线使用 如果你想要其他服务一样 在这里面添加各种其他的服务就可以了 对于有些服务他可能需要的K的话 同样他这边也给出了说明 好这边我就撤销 那他主要的功能就是 第一个华词翻译 比如我们刚才的这段文字 选中文字之后 直接按我刚才设置的快捷键 他就可以弹出这个窗口来进行翻译 而且Bob他本身是一个Mac的原生软件 所以他整个界面看起来也比较赏心悦目 这可能就是在我频道里头很多朋友留言问我 你用的翻译软件到底是什么软件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截图翻译 比如说他非文字的 我们刚才就找一个图片 它不是文字是图片 那么他就可以同时进行OCR 然后进行翻译 比如说这一段 好他首先就进行了OCR 然后把OCR的结果就进行了翻译 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纯粹的OCR 就是不需要翻译 我们来看一下 输入快捷键 然后选中你的OCR区域 他就会在这边把OCR的结果给你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在这里选拷贝 或者改他的排版 还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翻译 那还有一种静默呢 就是他不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比如静默翻译 我们还是快捷键 然后我选这一段 这一大段 之后呢 他识别完之后呢 就会把识别的结果给你放到你的 那个剪贴板里了 你直接在你的地方 应用软件里粘贴就行 粘贴 这就是刚才他识别过来的文本 好 这就是我最主要使用的两大翻译软件之一 BOB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软件呢 在之前的视频里头给大家也做过介绍 就是沉浸式的翻译 这也是这两个经常被大家问起的软件 就全部的分享给大家了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Axton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请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 AI方面有用的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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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